凤林镇各界庆祝母亲节活动30号 在凤林国小大礼堂指寻 各级谜代表都到场祝贺 镇长萧文龙感谢每一位 模范母亲及婆媳给家庭带来的温暖 而说起了模范婆媳呢 他可以想起自己童年时的回忆 感触万分激动哽咽 12位的模范母亲以及4对模范婆媳 30号上午在凤林国小大礼堂 接受凤林镇公所的表扬 在家眷以及贵宾的见证之下 每一位受奖的模范母亲以及婆媳 都充满着喜悦之心 镇长萧文龙对于模范婆媳的相处之道 更是触动了他 在童年时的回忆而感触万分 那婆媳在一起呢 要融洽 在我们历史以来呢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 我从小也因为婆媳的关系 我们爸爸 我八岁的时候爸爸就跟妈妈就离开了 我从小就是我婆婆带大的 所以我八岁就没有妈妈 那我妹妹十六岁 我弟弟十岁 所以我的祖母很辛苦 从小也带我们的孙子 带我们的孙子 带小姐 所以我弟同学 我像这样的尊重 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 有一块钱新娘的小姐 能够在我们这乡下 跟婆婆住在一起 当作像母女一样 真的是我们应该给她尊敬 每一年都会来到 封林郑的县员张怀文 也以作为母亲 为人婆婆的感觉 为在场的模范母亲 以及婆媳祝贺 各位母亲 在你们的背后里面 都有着为家庭 为孩子的付出 真的非常敬重你们 也非常恭喜 魔幻婆媳 我常常说 魔幻婆媳真的不得了 能够相处 就像自己家人 而且把媳妇当作女儿 那媳妇 也帮婆婆当作 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尊敬 一家台能够和乐融融 所以在母亲节的前夕 我特别要谢谢校镇长 常常都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与很多的活动 也让我们有机会 互相的祝福 镇长也向婆婆妈妈 提前送上祝福 并送给每一位在场的妇女 贴心的母亲节礼物 感谢母亲们 辛劳的付出 无怨无悔 在这个世界上 是最崇高的天职 记者临结枫林郑 采访不到 展员 监永远 跳 餐 �ג宫